如何预防乳头的均裂 好多新手妈妈在母乳喂养的时候 就是乳头这个地方会有均裂的状态 然后就特别疼 我们如何对它进行预防呢 一个是产前的一个预防 在预防就是要对它进行撑拉 要拽一拽 然后增加它的伸展性 然后喂奶的时候 要让宝宝完全禽住这个乳孕的地方 这样子可以预防这个均裂 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个均裂以后呢 如果您用药了就要暂停母乳喂养 如果您没有用药 然后现在有一个就是假乳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假乳头 然后就是预防这个孩子对乳头的一个刺激 然后对均裂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当孩子吸损完毕以后呢 可以用这个妈妈的这个奶呢 给孩子 就是给乳头均裂的地方呢 涂抹涂抹 它这个一个是有抑菌的作用 另外一个可以促进这个 这种粘膜的恢复